好 说此之外 还有口罩国家队 隔离衣国家队都是相当感人 那其实在台湾还有疫苗国家队 国光深境在1月的时候 就成立了武汉肺炎疫苗研究小组 成员们过年期间都是没有回家过年的 轮斑研究这个病毒的精英序列 还有病毒蛋白 3月的时候和国卫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要来历拼4月的时候可以完成制成 希望在6月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进行人体的实验 研究员贴着显微镜侦测 实验试剂是否有产生任何些微的变化 过年时间是没有回家过年 它是不是如我们所设定所要的 到它表现出蛋白质 它的蛋白是我们要的 实验室当中不苟言笑 多了压力跟责任 认真研究着武汉肺炎病毒 24小时我们不能漏施任何的一个步骤 这个团队我们又把它分成三组 所以又是日以继夜的轮休 去希望赶快我们这个候选疫苗 可以做出来让进入下一个动物试验的阶段 研究小组现在已经完成了 武汉肺炎病毒基因序列 还有病毒蛋白的确认 即将要进入了动物试验的阶段 但是狡猾的病毒又出现变异 有L亚型 S亚型 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多 这样子研究会不会又要再来过 药物跟病毒作用的那个地方刚好变异掉 那就影响就很大 如果是在那个作用点之外 它就完全没有影响 那个疫苗的选择在一开始开发就很重要 目前看来这个应该是还不错 那未来这个病毒会怎么走会怎么变 我们也不知道 不只是这个病毒 所有病毒的变化 很多病毒尤其是RNA病毒 它的变化是非常的快速 从分离病毒合成蛋白 进行抗原检定生产 研发关卡一关一关过 还要抢动物试验的资源 就是台湾到底分离了几株病毒 台湾这几只病毒里面 到底几只可以拿来做攻毒试验 台湾有多少只transgenic mice 那或者是说我们没有 我们要去哪里抢到这些老鼠 来做animal model的试验 当越多事情没有操制在我们手上的时候 我们的挑战性就越大 国光生计从研发到生产疫苗 可以完全自治 和国委员合作尽全力 要力拼四月研发出制成 六月前开始人体试验 东森新闻金九生李渥珍 在台中采报报道